农村小哥剪石头 收到网友发来的一个大石头啊 这个石头估计有个40斤也有吧 又长又大 这个表皮全身都有脊甲纹的表现 一个手掌 两个手掌 三个手掌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 哇塞 这边也是布满脊甲纹的 整个石头看起来 它有一点冰透的感觉啊 我们给它打个灯 你看大白天的打灯 它这个光也有这么大 然后这个石头呢 从外表来看 它没有明显的裂吧 一点裂都没看到 但是它这种属于石英质的 它有这么大 它里面可能小裂多少会有一点点 但是大裂的话应该是没有了 我们先给它破开 看一下里面倒是怎么样啊 石头刚给它切开了啊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这个石头太大了 也不方便美食的一瞬间啊 我们就尖旧的来尝试一下吧 来那位 刚才一倒下去 美食的一瞬间啊 哇塞 这个切开的话 这里面的颜色倒是一般般 但是它也稍微有一点点黄 因为今天下雨天啊 这个光线不怎么好 所以看的也不是很清楚啊 我们打灯看一下吧 它里面有那种比较细小的裂纹 非常的细小啊 你看这些都有表现了啊 然后它的干净度还是可以的 然后它里面也是相当于是有一点纹理的啊 像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小小的玛瑙纹 它这种应该是共生了一点点玛瑙 它是细音 然后共生玛瑙 这个打灯的话 透光还是很大啊 这个皮看起来太诱人了 可能有网友又说 这个石头切了可惜 石头这个东西没有可不可惜的说法 如果你这种切开 它里面制定是可以的 那你选一下这么大个石头 你能出多少手镯了 是不是 如果切开里面 它表现不行 那肯定是有人说 切开就可惜了 玩石头嘛 每个人的玩法不一样的啊 只能说各有所需吧 石头已经把它切开了啊 你觉得这块石头有没有用 我个人觉得 有些地方没有列的话 还是可以记作一些物件的 每天一定分享美食啊 如果你也喜欢石头的话 请关注小哥了 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啊